在茫茫宇宙中,有这样一颗不为人知的星球,它静静地沉睡着。 突然有一天,一道光束从天而降,打破了这长久以来的宁静。 光束在海面上形成一座小岛,在这座小岛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恒实存在。 而我们的故事即将在这座被称为旋风岛的魔幻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是因为我们太弱了 根本保护不了身边的人 真的动手完全抵不过 好 我要变得更强 更强更强 这个爆炸声势难道 这是我们这几天在家休养时发明的最新冷离子炮筒 怎么样 威力惊人吧 我有威力在什么 你们一炮都打不着我啊 栏目 什么 胆敢巧戏 听闭之道 当明镜炮筒 插二 手撕吧 原来这三个武痴气得离我还早 武痴是什么 武痴就是这种爱打斗和武学的疯子 你这个笨蛋 这个声音是 没想到二蛋你也来这么早 真看不出你这种妇人也会为我们担心啊 少自作聪明了 我哪会关心你们的死活 二蛋撒谎 正是的 你们懂什么 我只是因为 难道 难道最贵的我竟然失眠了吗 唉 还是算了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还是出来散散心吧 为什么脑子里老是想到那些刁民和那个穷鬼村长 真是太不淡定 突袭啊 别禁往突袭啦 土灵树解除 不行了 茄子头的土灵树还是只有外形 那只根本就是松动不堪一击 是茄子头啊 啊二蛋你也失眠了吗 怎么可能 有身份的人从来不会失眠的 小茄子你是第一个重拾斗志的 好好修炼哦 值得表扬 我 茄子头不是第一个呀 难道 难道说那边那个人才是第一个 他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二蛋你要吃方便面吗 什么呀 这明明就是跑来吃宵夜的嘛 喂喂喂 还不坏修炼 村长怎么办 村子怎么办 还有伙伴们的安慰怎么办 你们都一点没有紧迫感吗 还有心情吃变 修炼修炼 我怎么在乎呀 又来了几个傻瓜 嘿嘿很好很好 我现在很在乎你们的表现 作为管理者我要体察民情哦 蒼天哪 大地呀 我堂堂红仙族最优秀的传人 竟然犯下如此大错 这么多朋友都将担心 而我就厚颜无耻的睡了一夜又一夜 啊 大利 你的心态好好哦 真是笨蛋 真没想到 这个声音自此出现在我脑海中 教的我无法安心如睡 那不是 箱子老师 那 所有人听着 人体集合 准备上课 好了 我看大家都恢复得差不多 我想经历了那么多 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在心里 现在尽管问吧 箱子老师 我们之前在那个荒凉的地方 遇到的边境王 到底是什么人呢 很多事情本来应该等你们长大以后 才要面对的 但现如今既然已经闯进了你们的生活 那么身为老师的我 有义务告诉你们真相 在这个岛屿上 每个季节板块间 都会有一段无人管辖的边境地区 那里常年乌云笼罩 地貌荒凉 是一片真正的无人区 就在那里天 那魔降临在来的 他在那片黑暗中破终了自己的军队 这十二名队长就是他邪恶而强大的爪牙 所以 势力强大后的他开始给自己封王 并想成为当之无愧的霸主 这个黑暗中爬起来的恶魔 就是你们所见过的边境王 我们之前见到的边境王 竟然是这么可怕的人 那他到底是不是人呢 怎么听起来像怪物一样 是啊老师 这个边境王到底怎么会出现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 并且他又为什么会突然跑到春岛附近来呢 拉木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因为它涉及到了那段令人恐惧的年代 在六十五年前 保护着这个岛屿的魔法阵 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大面积破裂 以至于危及到了整个岛屿的安全 夏岛村长发起 召开了第一次的村长大会 一同来商讨对策 调查事情真相 并且用强大的魔法来修复魔法阵 东岛村长 秋岛村长和夏岛的村长 都一个个相继出面参加了会议 但是最终春岛的村长不知所踪 因为时间紧迫 三个岛屿的村长只能靠他们的力量完成了修复 但是在整个岛屿中就有了这样的谣传 是春岛在搞鬼破坏了魔法阵 村长大会后 三个岛屿的村长们以夏岛秋岛两票同意 东岛一票弃权 通过了一项决议 那就是向春岛发动战争 来彻底肃清这次春岛引发的危机 那是什么 好多危机会过去 是什么 群像群春岛宣战 战争 为什么 科米好像 好像记得 是的 这也就是我一直不想去提起的 村长大会后发生的恐怖事情 在面临夏丘联军的进攻同时 有一个人带领春岛的人们奋起抵抗 那就是辣椒 那时候辣椒肩负起了带领村长的责任 他集结了伙伴和那些拥有强大能力的战士们 建立起了春岛的防线 我希望你们已经做好了觉悟 因为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就没有想过能全身而退 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村子 并不是这次危机的真正幕后黑手 破坏了魔法阵 并挑起事端的是另有其人 我们要找出他们 打败他们 就这样 第一次的全岛大战 全面爆发 因为春岛战士们的全力以赴 所以战局的一开始 虽然占据人数上优势的下丘联军并不占上风 并且被春岛的强大魔法打得节节败退 但是战争终究是一种持续消耗 辣椒还是被冰入了困境 可恶 好像被包围了 还没有找到真相之前 我是不会倒下的 辣椒 真的跟传闻中一样啊 真是一个刚强火爆的姑娘 谁 什么呀 怎么会是 你们 后面怎么回事啊 后面来的人是敌是友啊 你倒是说呀老师 是援军 一只突如其来的神秘的援军 让整个战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场旷日十九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五年 双方都受到了惨重的损失 整个岛屿都陷入了死境 最终 夏秋两岛签订了停战协议 辣椒成功地带领整个村子 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夏岛在停战后的一年里 开始调查元凶 最终找出了这次魔法阵破裂的罪魁祸首 他被指控谋害了春岛的村长 破坏魔法阵 并且企图嫁祸于春岛 从战争中牟利 这个被判重罪的神秘男子 被吓到的最高法庭 判为终身流放 从此 这个造成战争惨剧的男人 消失在了我们视线 他被定罪 永远都不能踏入四个岛屿半步 那个让整个岛屿 泄入战争火海和绝境的男人 就是你们所见到的 边境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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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